要说到被综艺坑惨的明星 大家首先想到的绝对是杨阳 在2014年 杨阳因为队友太过自私 吸入了大量毒气 导致她脸色发紫失去了意识 从而落下了终身的咳疾 在8年前 杨阳参加了一档军事题材的综艺 新兵报道 因为队伍任务执行失败 需要进行非常严厉的惩罚 大概就是让4位成员 全部进入了一个充满毒气的山洞 不过只给了他们三个防毒面具 教官本意是让他们通过憋气 轮流使用防毒面具 首先出来的人则被淘汰 没有想到人性在考验面前 是如此不堪一击 一开始身为队长的张宁表示 自己的肺活量挺好的 所以先让三个队友用防毒面具 然后他用毛巾 做了一个简单的防护工具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毒气蔓延的速度是如此之快 只一刹那 整个山洞就被紫色笼罩了起来 才过了一分钟左右 几个人就开始猛烈地咳嗽 教官在外面也是非常的着急 他们非常明白毒气的威力 在四分钟之后 用毛巾的张宁江 显然已经有点支撑不住 于是杨阳见状 就赶紧把自己的防毒面具给了他 也许是当时太过情急 张宁江并没有将自己的毛巾给杨阳 于是没有任何防护装备的杨阳 只能通过憋气来保证自己的安全 憋不住就用双手紧紧捂住了嘴巴和鼻子 直到最后都没有一个人把防毒面具给他 最后还是教官发现不对劲 将他带了出来 虽然教官立马对杨阳实施了急救 但他的痛苦依然没有缓解半分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三位队友当中 还有他曾经帮助过的余晓彤 那时候刚演完《红楼梦》的几个人 跟着剧组一起去到苏州做宣传 但不料场下一直有人大骂 这一版的《红楼梦》实在太难看了 小宝玉的扮演者余晓彤气不过 就想冲出去教训他一下 最后还是杨阳及时拉住他 才没有让年轻气盛的余晓彤心徒留下污点 除了综艺上 对没防毒面具的杨阳不管不务外 杨阳和李绍红在对簿公堂时 于晓彤也是毫不犹豫地取关了杨阳的微博 转发了李绍红怒对杨阳的动态 而《红楼梦》中的其他成员 没有一个在这时取关杨阳的 虽然杨阳已经被于晓彤折磨得如此之惨了 但老天似乎依然没有放过杨阳的打算 杨阳到底有多惨 刚刚告别娱乐圈中的巨婴 又遇到了大家公认的疯婆子 2015年人气爆棚的杨阳 参加了一档芒果台当时很火的综艺节目 在那个毫无演技 仅仅靠着颜值与搞怪就能爆火的时代 按理说像杨阳这种帅气 又有点搞怪的阳光男孩 会再次收获一大批粉丝 但不料在这档节目中 杨阳不仅受尽了委屈 还被多次骂上了热搜 这一切的一切还要从杨阳迷路开始说起 在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 杨阳因为接受采访 不小心和队伍走散了 因为当时身在国外 人生地不熟的她没有公寓的地址 也没有带通讯工具 于是就只能坐在路边等队友来接她 而其他人也是心大 一直回到公寓才发现杨阳走丢了 于是许晴立马就表示 她要打车去把杨阳给带回来 但导游却表示 她一个大男人还能走丢了不成 大家不用管她 而这位导游甚至还下楼拿了个外卖 都没有顺便把杨阳给带回来 景伯然在遇到她之前 还跟她表示 杨阳很有可能忘了带公寓的地址 但这位导游却不以为然 甚至在陈一涵和景伯然表示 自己一定要在外面找到杨阳的时候 那位导游还非常强硬地说 她给了杨阳地址了 而杨阳就穿着几件单薄的衣服 一直在大街上冻到了晚上 见一直没有人接她 才自己往回走 因为不认识路又没有地址 她想向路人寻求帮助 也没有什么结果 幸好在半路上 遇到了出来找她的陈一涵和景伯然 然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在杨阳回到公寓 告诉这位导游 她回来的时候 她仅仅回了一个卧子 好像这一切 跟她没有什么关系一样 杨阳虽然在所有嘉宾当中 年纪最小 却一直默默地帮大家搬着行李 没有想到 最后也竟然惹得一身鸡毛 这也难怪在这档节目结束后 她连续五年 都没有再去过真人秀 没有人能逃得过真相定律 大家都能想象到 这个上一秒还在劝解刘亦菲 不要去参加真人秀的人 下一秒却在综艺中 笑得比谁都开心吗 在之前 杨阳的确换了上真人秀恐惧症 但没有想到 元气满满的哥哥和青春环游记 两档节目 竟然治好了杨阳多年的顽疾 她在这个节目中 这段带着VR眼镜 踢球的画面 惹得不少观众哈哈大笑 就连解说员都非常调皮地说道 杨阳这个假动作太好了 直接把自己给谎了 杨阳在这个片段中 成功凭着呆萌的样子吸引了一大批粉丝 没有自私的队友 也没有因为一点小事就争论个不停的嘉宾 有的只是大家的欢声笑语 从这两档节目中我们能够看出 杨阳是发自内心的开心 由此可见杨阳惧怕的或许从来都不是真人秀节目 而是那些奇奇怪怪的队友 在与迪丽热巴合作《你是我的荣耀》 累积播放量高达41亿之后 如今杨阳又将出演李牧阁的作品 《我的人间烟火》 低调已久的杨阳 终于要迎来属于她的时代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大家喜欢这个有着漫画脸的大帅哥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